我想 内心的快乐 内心的快乐有很多 如果喜欢音乐的人 就是唱着音乐也是一种快乐 但是他不会很长久的 如果喜欢跳舞的人 他也在换个债务 也会有一种快乐 但是他也不会常常快乐的 有些年轻人 他通过喜欢大半 化妆 也会暂时快乐 但是他老了以后 他化妆的外壳没了的时候 他也不快乐 所以你可能要想快乐 最好在寺院里面 然后安坐 然后观想佛陀 这个时候观察自己的心的时候 心自然而然快乐 这种快乐 年轻的时候也快乐 老年的时候也会快乐